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教练能够帮我详细的解答一下 首先在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想针对胡圈球的打磨这个问题来进行一下讲解 我发现有很多业余爱好者对打磨是存在一定误解的 首先打和摩擦 击打和摩擦这两个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 你不能说摩擦就纯粹是靠交频粘系 靠不摩擦来制造的 你不能说击打就纯粹是百分之百的撞击球 没有一点点摩擦的成分 摩擦和击打其实它们是相互相成的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公开课 以及全民学乒泡的视频当中都有讲解过 首先摩擦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决定的 一个是器材本身对于胶皮产生的净摩擦力 我们所知道的连套和色套 那么连套呢主要是依靠胶皮表面的连性来带动净摩擦 而色套呢是通过海绵发生的形变 来产生在球体上产生一种包裹式的摩擦 这是我们说的胶皮 还有我们的发力 我们发力的方向决定了摩擦成分的多少 比如说我们是同样一个角度回拍击球 当我们用力的方向是透过球的正中心的时候 这个时候击打的成分是比较多的 如果我们用力的方向是比较偏离球星 离球星较远的时候 那么我们摩擦的成分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在拉球的时候拍面角度和灰拍方向决定了我们摩擦的程度 当我们拍面的角度和灰拍方向越一致的时候 那么摩擦的越充分 这个怎么来说呢 比如说我现在的拍面是在75度左右 去拉下旋球 如果我们用力的方向 灰拍方向是向前用力的 而我们的拍面的角度是向上的 这样我们用力的方向和拍面形成的角度就较大 在摩擦球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很难将下旋球拉上台 那正常情况下 我们要去拉下旋球的时候怎么办 首先拍面力的比较多一点 拍面角度较大 同时我们灰拍的方向是由下往上用力较多 保证我们灰拍的方向和拍面的这个角度 能够尽量的保持一致 这样才能将摩擦向上的摩擦力制造的更多 再比如说我们要去快拉上旋球的时候 上旋球的上旋旋转比较强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是拍面力的比较多 用力方向又是往上摩擦的话 那球必定是会出界 所以我们在拉上旋比较强的球的时候 首先我们的拍面是要压的比较多的 基本上是接近于20度 10到20度左右向前压的比较多 同时我们用力的方向 灰拍的方向也是由后向前的比较多 甚至有时候拉的时候呢 还要往前去压拍去包 去包裹球 把灰拍的弧线拉出一个向内包裹的这么一个弧线 才能更好的把上旋的旋转控制好 回过去的球呢才能保证上台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运动员在中远台对拉的时候 手臂呢压拍向前压拍的较多 这样才能更好的把弧线控制好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水平摩擦和垂直摩擦的区别 我们在拉下旋球的时候垂直摩擦比较多 所以我们的拍面首先要力的多一点 再一个呢从下向上要摩擦多一点 拉上旋球的时候 如果说你是要反拉回去 要加大摩擦力的话 那么我们拍面水平摩擦要多一些 所以拍面要尽量的向前多压一点 然后用力方向呢要从后向前多加力 增大水平方向的摩擦力 才能更好的把球的弧线控制好 最后再来讲一下不同旋转的球 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处理 不管是上旋下旋还是一般的不转球 我们不是说什么样的旋转 就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动作去处理 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击球实际的问题 比如说虽然这个球它是弱下旋 它是有一定的下旋 但是呢我们如果说击球实际强的好 我们在球的高点期也是可以直接爆冲的 如果是下旋旋转 相对而言比较强的球 那么是不是就只能拉加转呢 也不一定 如果说你的爆发力足够强 你完全可以通过你的力量 克制住球的旋转 我们看张继科在爆冲下旋球的时候 特别是跟一些削球的运动员打的时候 对方削过来的球的旋转也是很强的 但是他没有说板板去拉加转 张继科基本上是轮开手臂 板板爆冲 质量都非常高 这样把削球手打的节节后退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处理各种旋转球的时候 不一定完全只能靠摩擦来控制弧线 我们同样可以加大我们的力量 加大我们挥拍的速度 提高我们单板的质量 通过力量来克制住球的旋转 也就是说虽然是下旋 但是呢我们挥拍的时候 将球撞击的比较深 我们撞击的成分比较多 也一样可以克制住球的旋转 一样可以高质量的上台 当然这是针对水平比较高的运动员 但是一般的初学者和业余爱好者呢 师傅还是建议 以上台率为主 不要球质量太高 先上台 没有必要说什么球都一板去爆冲 是吧 一板冲死 如果你摩擦的不充分 你的发力呢 击球点呢又找的不是很好 那很可能失误率就会增加 所以今天的这个问题呢 它其实最主要的不是说摩擦和击打的比例 应该怎么来配合 我觉得最重要的你要知道 摩擦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击打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你把这个能够分清楚的话 你才能更好地把各种球 各种旋转的球给处理好 那么今天的问题呢 我们就解答到这里 如果各位球迷朋友们呢 有任何乒乓球的技术问题 可以到乒乓网的提问区进行提问 不管是你的技术问题 还是器材搭配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进行提问 我们有专业的教练员在线进行指导 如果您觉得教练员的指导 解答还不错的话呢 希望大家可以在乒乓网上 为教练 为球友 设置一下最佳答案 这也是对这些无私奉献的教练们 球友们的一个鼓励和尊重 乒乓网现在开启了微信打赏的功能 大家可以在乒乓网上 点一下打赏 然后呢输入一定的金额 一毛钱也好 一块钱也好 多少钱也好 我觉得不在乎说你打赏多少钱 我觉得这是对解答者 对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的这种精神的一种鼓励吧 如果您觉得我们这种解说方式还不错的话呢 可以在微信上点一下右上角 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 把它保存下来 今后没事呢 可以听一下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